今年春节 国内旅游市场能否强劲复苏 我们现在目前接收到的预定 已经到达八成以上 政府如何支持 企业如何努力 疫情期间 政府给以外是税收的减免 还有就是我们房东 也给我们减免了一个租金 现在营业到12点到1点了 生意不错 咱俩你看锅都卖空了现在 必须要多备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 春节假期旅游市场会如何 各位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 进入到这一周 春节假期真的是更近了 告别了就地过年的这个春节 有很多朋友是迫不及待的 要回老家去跟亲人们团聚 也有很多朋友是希望来一场久违的旅行 而实际上从地方政府的这个层面上来说 也很期待通过这样一个春节假期 能够促进旅游市场 通过旅游市场来带动更多的消费 所以这两天有很多的政策措施是密集的出台 我们可以来浏览一下 包括国家体育总局文化旅游部联合 发布了03年春节假期的精品线路 还有四川省也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来促进全省的文化旅游活动 包括说春节期间会开展2000多次的文化旅游活动 还有很多的城市都推出了景区的免门票政策 多个城市发布了千万的文旅消费券等等 看起来是非常的火热 那么到底这个春节假期 我们全国整体的这个旅游市场会是什么样子的 从现在开始在未来长期的持续的 这个旅游市场的发展当中 我们又应该做出些什么样的改变 来提高旅游对大家的吸引力呢 我们今天就来关注这个话题 首先来看看春节假期各地都做了些什么样的准备 今天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 2023年春节假期体育旅游精品线路 从北到南 这些线路的最主要特点 就是将户外运动和旅游休闲结合在了一起 今天百度地图也发布了 2023年春节假期出行预测报告 今年春节北方的居民依然向往着温暖的南方 主要方向是海南 云南 广东 广西 福建等地 而南方的居民则是向北 去看看北方的冰雪美景 也是在今天 四川省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布了2023年春节期间全省文化旅游活动 全省上下统筹联动 抢抓春节黄金节点 将文化活动与旅游目的地的推广相融合 充分运用网红产品 网红达人 新媒体传播等多种资源 助力文旅行业 加速提振回软 今年春节 四川将推出艺术展演 文博展览 群众文化 飞移传承 消费促进等 六大类2000多场次文化旅游活动 为加速文旅行业回暖 全省各地还推出了 发放文化和旅游专项消费券 景区门票减免 酒店民宿优惠等一系列举措 在江苏 扬州寿西湖 大明寺 苏州 桌正园 刘园等约百家景区 在春节期间则是免费开放 并同时上演多场演出 吸引游客 希望游客在景区游览的过程当中 都能够感受到我们寿西湖的 欢乐的一个氛围 我们组织了福禄寿西 包括兔子的人偶的一个巡游 过程当中我们也会给小朋友们 去发放过年的一个福袋等等 为助推文旅消费的恢复 多地还推出了酒店景区等 文旅专属消费券 例如福建厦门就发放了 七百万元新春文旅消费券 可在全市限额以上酒店 宾馆住宿时抵扣 广西南宁则是在两天前 免费发放了一千五百份 文旅消费券大礼包 可用于旅游线路文化娱乐 A级旅游景区 星级饭店类活动商家的产品购买 通过这些优惠的活动 我们计划在南宁周边转一转 特别是新年春节就要到了 我们打算带小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些喜庆祥和的氛围 今年的春节旅游会怎么样 政府在大力推动 商家也在积极准备 我们现在目前接收到的预定 已经到达八成以上 所以我们预期对于这次春节的 这个小高峰是满房的一个状态 朱经理表示 在此前政府给予了他们 税收资金周转方面的支持 希望这样的支持 能够再持续一段时间 有同样希望的还有餐饮业 疫情期间政府给予税收的减免 还有就是在政府的政策下的话 我们房东也给我们减免了一个租金 就是50%前期 疫情放开了 但是希望就是之前的这个政策化 还能持续一段时间 因为毕竟的话有个回复期 这些困难也希望政府继续支持我们企业 现在有很多旅游平台的 这个初步的数据预测说 在今年春节期间的整个旅游市场的消费 可能会非常的火爆 甚至有可能会恢复到三年之前 那么整体的市场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一位非常专业的人士 他是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 戴斌先生 戴院长您好 您好 刚才我们说到了 现在的很多的城市都在出台各种各样的措施 要促进这个春节假期的这个旅游消费市场 那您肯定也在做专业的预测 你们的预判是怎么样的 今年春节的整体的旅游市场 会恢复到以前吗 我们预计 今年这个春节会是过去三年以来 最好的市场景气程度最高的一次春节 它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的先行数据 我们做研判 第一呢 就是随着我们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 更加精准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居民出游的意愿在升高 旅游消费的信心在不断地得到提升 刚刚过去的元旦 我们人均这个出游人次升高了0.44% 但消费升高了4% 我们的出游距离增加了接近36%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变化 而且加上这一段时间呢 应该说随着很多的地方宣布 第一波高分期过去 那我们的旅游消费意愿会进一步升高 第二呢 我觉得三年以来探亲防友的这个需求 会得到集中的释放 再加上北上冰雪 南下碧寒 还有全国各地的民俗 飞移 沿雪等旅游的推动 都会让我们整个的全国的旅游市场 呈现出热点更高 温点升温的格局 所以我们预计今年的春节假日旅游市场 将会奠定全年旅游经济运行的 高开稳升的基本格局 消费的这种意愿是不用想的 甚至我的有的朋友说 只要让我离开这儿去哪儿都行 但是真正要落实到这种理论研究的层面上来看的话 包括您像刚才很多地方政府出台的这些免门票 发放消费券 甚至政府层面来推荐一些特色旅游线路 开发布会等等这些举措 您怎么来看待这些措施的出台 您觉得他们的用意是什么 包括未来的效果可能会怎么样 我觉得是个好事情 说明大家在抢游客 这个抢游客 它的背后折射的是什么 就我这个地方是安全的 您可以来了 正如刚才您说那样 说只要让我出去去哪儿都行 但这个问题来了 我到底去哪儿呢 我全国31个省市制度区 那还有几百座城市 那我要想让游客到我这儿来 我就给他一个旅游先 那其中说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我把景区免费降价优惠 那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 全国有40%的景区 采取了降价优惠和免费的措施 那全国有14000家 埃及旅游景区 那算下来 有5500家到6000家左右 在实现了 在执行了这样一些计划 那这个计划就对我们广大游客 产生一个极大的吸引力 你又欢迎我去 然后又让我可以怎么说呢 可以这么如此低廉的价格 对我这么好 你不仅抢我还宠我 那我当然去了 所以说这个是对我们 从旅游经济发展来看 应该说是乐见其成的一个措施 不仅是宠我还是团宠 对 是这样 但是我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而且都在问这个问题 说什么时候能恢复到以前 但实际上 现在的旅游市场的总体状况 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了 人们的消费的理念 消费的需求 肯定也不一样了 那面对着这些不同 现在的整个的旅游业者 包括相关的主管部门 应该做出一些 什么样的调整来进行试验 是 正如您所说 我们确确实实 跟疫情之前 发生了很多消费策的变化 比如说人们的消费更理性了 我们注意到 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春节 像三亚 像厦门 成都 很多地方仍然是 我们旅游的非常热的 热门的城市 但同时我们会发现 像延吉 像哈尔滨 赫港等等 北部地区的很多城市 也开始起来了 就大家 变成是什么 我不是要跟你过街出去 凑热闹 旅游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您可以在这个阳光下 在山下晒太阳 那我可以在北大湖去划雪 那我也可以在北京的郊区 我找个石金龙划雪场 这样我去划划雪 都是可以的 那还有我们索性 就找一个小城市 商量好友 亲喷好友 跟家人一起去度度假休息 所以我们感到消费 越来越理性了 第二 我们消费变得更个性了 那过去说 一定是赶大波一块 一样的出去旅游 你玩什么 我也玩什么 你要去打卡 我也去打卡 但是我们今天会发现 不是这样的了 我可能去看山 看水 看风景 我也可能约上 志同道合的人 去看展览 看博物馆 所以我们感到 对文化的诉求 变得越来越高了 所以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不仅要领略 山河壮美的中国 我们还要去看 人文昌盛的中国 我们还要去看 我们当地的老百姓 生活很开心 很幸福 闲暇至于 不妨我们也下去 和当地人 来一场广场舞 那不就是很好吗 这样就是我们想追求的 一种主客共享的 美好生活性空间 所以针对这样一种变化 我们的地方政府 和企业要做相应的变化 就是要用科技 文化 创意等新动能 来培育新产品 满足新需求 是的 代元长 稍后我们再继续请教您 就像刚才代元长说到的 现在的整个的消费的理念 更加的多元化了 人们更加的理性 个性 并且有了更多的 文化层次的需求 那么作为旅游市场来说 如何苦练内功 如何在提升自己的服务的质量 和创新上 下功夫呢 我们继续来看 近日湖北襄阳市华侨城 其换度假区发布了这样一个信息 超三万名河南南洋的市民 跨越138公里赶赴湖北襄阳 在该景区漫天绚丽的烟火中 共同迎接 2023年的到来 湖北襄阳的华侨城 其换度假区 是湖北今年新增的 八家省级度假区之一 在今年元旦 整个襄阳市的旅游 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接待南乡盆地 武汉都市圈 成渝都市圈等 区域游客 近百万人次 面对襄阳旅游的火热 河南南洋市市委书记就表示 南洋的老百姓 愿意到襄阳去消费 南洋要思考 自己本地的服务业 文旅文创产业 是不是落后了 这件事啊 所以实在话 我听了以后 对我刺激很大 为什么在南洋挣钱 在襄阳消费呢 说明我们的服务业 我们的文旅文创产业落后 国内旅游市场 能否快速恢复 各地的服务能力 文旅产品的创新能力 文旅市场的吸引力 显然是重中之重 1月8号 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 实施以类医管政策出台 民众的出境游意愿 也急速升温 为国内出境游复苏 按下加速键 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仅1月8号当天 通过平台预定机票的 中国出境游客 飞往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多座城市 出入境机票订单量 创下2020年3月以来的峰值 近一周 我们从我们的国际机票的数据来看的话 国际机票的预定量 同比去年是提升了近一倍 然后国际机票的平均消费金额 同比是提升了近三成 随着疫情放开以后的首个春节假期来临 大家对于出境旅行的期待 只是正在迅速地转化为行动 国际机票 境外酒店 境外门票的预定量持续走高 和高掌的出境游艺院遥相呼应的 是一些热门旅游国家张开双臂 欢迎中国游客 1月9号 泰国卫生部旅游与体育部交通部的负责人 联合在苏万纳浦国际机场举行仪式 欢迎一架来自中国厦门的航班 这也是中国出入境政策调整后 中国首个富泰航班 中国游客回归将对泰国整体经济复苏 发挥重要作用 旅游业也会发展得更好 这将促使泰国政府制定的经济和旅游业复苏目标 得以更快实现 走出去的还有国内文化旅游的推介团 1月11号到中国游苏州文化旅游推介会 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举行 这是今年首个前往新加坡 进行文化旅游交流的中国代表团 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实施了仪类仪馆 所以我们想在第一个时间 第一时间就来到新加坡推荐我们苏州 所以这次我们到新加坡来 带来了我们苏州传统的平坛 昆曲 苏秀 同时也把苏州的旅游产品 带给新加坡的老百姓 我们想欢迎更多的新加坡的朋友 到苏州来 那巨大的这个旅游市场的恢复和发展的预期之下 我们可以想见每一个城市都希望自己会是其中的这个领跑者 都希望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成为这个旅游市场的这个网红城市 成为最具有吸引力的城市 但是到底要怎么做呢 对于每一个城市来说 怎么来提高自己的这个吸引力呢 我们就相关话题继续来请教代院长 代院长您怎么来看 实际上在您刚才说的这个抢游客的这个浪潮即将袭来之际 好像每个城市都开始在思索说我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 说我们的这个文化旅游的这个产业是不是落后了 当然有这个思考是很好的 但是究竟要怎么样去提升呢 您怎么看 我觉得在春节前南洋和襄阳上演了一出双城记是个好事情 我觉得襄阳的旅游产品做得好 南洋的反思做得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南洋和襄阳都是历史文化名城 那么都在有很多的三国故事啊 有很多的山山水水的资源啊 但我们看突然襄阳来了个华侨城 它适合年轻人的需要把一些新的产品导入进来了 这就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实际上我们回过头看我们过去40年国内旅游的发展 特别是近20年我们会发现海外的就是国外的这个迪士尼环球会进来 国内的欢乐谷 银机 海舱 海洋公园 长龙 就这些企业也会起来 让我们市场变得有更多的选择 我出去不是看山看水看风景了 所以这个对我们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才去反思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您所说 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 人民的对美好文化和旅游生活的向往呢 那我们既要挖掘优秀的传统文化 可能还需要用科技文化一些新的动能来培育新的旅游产品 像南洋跟湘洋之争它算是一个短线游的一个概念 实际上在这次春节旅游市场的这个恢复当中 大家在讨论的更多的是长线旅游 跨省游甚至是出境游 那我在这就有一个问题 代院长我们都在说这个中国游客是 其实是非常热衷于去做出境游的 但是反过来 在我们这么庞大的资源 这么丰富的这个旅游市场的这个资源之上 怎么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外的游客 到我们国家来进行入境游 这个角度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 首先我觉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出国旅游尤为人民所向往 实际上随着我们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国民走出国门 到国外的旅游目的地去走一走 看一看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去讲 我们可以到外地去领略 他们的异国风情 可以享受它的优质服务 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化带出去 其实最好的宣传 是人对面对人与人之间 面对面的沟通交往和宣传 我注意到刚才这个苏州啊 文化和旅游代表团在新加坡的推荐 实际上苏州还有一次最好的一个推荐 就是在美国这个开的一次交响音乐会 那实际上对我们现代的一个城市的发展 对一个现代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 也就是说我们要展示的不仅是从长江到黄河 黄河山河壮丽的中国 我们还要展示从诗经到红楼封雅多汁的中国 我们还要从美丽中国进一步升级到美好中国 让我们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们成为吸引国外游客 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游客来访的最重要的吸引物和吸引力 那总的来看您觉得在疫情过后 那就是在大家的这个认为 我们终于就是已经又回到之前的那种 踏实又充满期待的这个生活状态当中的时候 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去激活 整个我们的文旅市场的这个消费 我觉得首先要下更大的决心来研究旅游市场的变化 过去我们发展旅游总是习惯于说我有什么 但今天告诉你您需要什么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变化 所以在这是第一个方面 我们研究科研市场的需求 要按到需求来引领市场 第二呢要坚持以文术理一缕张文 要推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 我想其实最大的旅游吸引物是什么 是人民的美好生活 不管我们到国外去还到其他的地方 我们看现在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绝大多数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共基础设施 商业服务和当地的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地方 是的 谢谢代院长 谢谢您的分析 我们也希望无论如何这个春节假期 您都能够吃好玩好 也希望我们的旅游市场 未来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